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其活泼可爱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然而 最近传闻称她躲避与蔡徐坤之间的争议 使得她的离开成为了谜团 这一事件引发了粉丝们的关注和猜测 大家都在猜测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另一方面 郑凯作为《奔跑吧》的资深成员 一直以来都以积极参与和活力肆意的形象受到观众的喜爱 然而 她最近对于离开节目的态度却显得模糊不清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她是否会退出的猜测和揣测 这个未解之谜也让粉丝们陷入了深思 此次七位固定成员宣布离开 奔跑吧 无疑给该节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动 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了热议 粉丝们纷纷表达了对成员们的不舍和支持 同时 他们也开始纷纷猜测离开背后的原因 以及对于节目未来的影响 尽管目前关于离开原因的细节仍然不明确 但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无疑给《奔跑吧》带来了挑战 然而 观众们也期待着新一轮的变革和创新 相信节目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欢乐和惊喜 总结而言 七位固定成员宣布离开 奔跑吧 的消息震撼了观众们 白鹿躲避与蔡徐坤争议的谜团 以及郑凯模糊的态度 更是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和讨论 尽管离开的原因尚不明确 但观众们对于节目未来的期待依然存在 相信 奔跑吧 能够在变革中继续带给观众欢乐和惊喜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总觉得节目才刚刚开播 没怎么看就要结束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觉 主要还是因为国宝级唱将 大魔王周深在节目中的出彩表现 承包了我们周末以来的所有欢乐 玩游戏也好 真人秀环节也罢 都会毫无保留的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镜头面前 与其说是不舍节目收官 倒不如说是不舍周深 记上一期全网寻找消失的他后 最后一期节目收官 录制地点依然在泰国 一上来节目组就把镜头聚焦到了泰国校园郑凯号称 数学社学长一句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房产中介 随后万众期待的周深闪亮登场 一身学生装显得既阳光又帅气 与白鹿同框出现 瞬间就把屏幕前的观众拉回了学生时代白鹿自爆数学很烂此话一出 周深立马应声附和 我也是谁都不会想到 跑男团中的两位学霸居然会如此低调 事实上 他们二人都是妥妥的学霸 这一点 早在此前的游戏环节就已得到了印证 看到郑凯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撒娇 周深爆笑吐槽学长 你真的太有了事实 也确实如此 油腻程度跟铁憨憨杀意好友一比 全员集体亮相时 与往常一样 周深净显身世风度 与白鹿同时入境 走到镜头面前时 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耐人寻味 直接把中心位让给了白鹿 自己则是默默站到了最左边 在他身上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明星架子感 不论跟谁同框都会把高光时刻让给对方 但也正是周深的暖心举动 让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都在他一人身上 根据节目组设定的游戏规则 新老同学将组成搭档 进行一场数学的竞赛 开启游戏之前 所有人都要跟飞行嘉宾杨云琴 学习数字一到十的泰语发音 全员只有周深的发音最标准 要知道 周深的语言天赋向来都很优秀 除了众所周知的英语 日语 还会乌兰克语 波兰语 以及国内的各地方言 相较而言 这个游戏对杀意一点都不友好 因为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外语 怎么听都带有浓浓的东北口音 用泰语念数字 吹蜡烛来决定最终的组队 白鹿第三个挑战 无形当中 续写了第十季吹口哨的名场面 观众只能看到动作 却听不到声音 出圈表现 着实笑喷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紧接着就是周深上场 抽到了数字 三本以为周深降维打击 结果前一秒有多认真 下一秒就有多爆笑 发音标准 气息也够足 就是念数字的时候 并没有吹到对面的蜡烛 嘟嘴的可爱画面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 屏幕前少女们的芳心 对此 杀意爆笑吐槽 你在烫着挑战两次都失败后 很快就找到了技巧 可能就连他本人都不会想到 自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技能 而接下来登场的成员 全都照搬了周深的方法 可谓逢考避过 最终分组情况 大黑牛李晨 想都没想 果断选了跟周深一组 第二站来到巴提亚斯方水上市场时 河流两岸 全都是周深的歌迷生米 与之前网爆出来的路透照一模一样 到场的歌迷 少说也有上千名 换作其他流量明星 未必会在节目中跟粉丝打招呼 可周深不仅主动向歌迷招呼 还祝福生米一定要注意安全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却让屏幕前的歌迷 再次感受到了深深的高情商 与歌迷直接的关系 向来都是双向奔赴 如果不是在录制节目 势必会满足所有歌迷的合影愿望 人气可以火出国门 实至名归 就像泰国声米讲的一样这个时代 不能没有周深 第二轮游戏水上市场里的木头人 五组搭档 四组为逃队 在市场中完成指定任务 一组作为追队 用对讲机喊一二三木头人 喊到人这个字时 全员都要静止三秒 一旦被拍到移动的画面 当场淘汰 说白了升级版的木头人游戏 周深跟李晨强强联手 目标人物是一名泰国中年男子追队 为杀一根正楷 倒计时开始 周深拉着李晨一路小跑 画风颇有青春偶像剧的记事感 一边躲避追击 一边寻找目标人物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任务卡临走前 还不忘用泰宇萨娃迪卡来感谢对方 浑身都在散发着偶像的光芒 到哪儿 都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追队出发 不论杀一喊多少便一二三木头人 周深都能巧妙躲过对方的抓拍 领取到的任务是前往N14商铺 搭档两人贴脸夹住芒果 带回开场录制的 二人一路贴脸相拥 画面极其搞笑 稍有不慎就会将芒果台落地 好在周深跟李晨都很灵活 没等对方喊出第二遍 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话说到这儿 最后一期节目的游戏环节 远比前几期要强 节目组如果早能这么用心的话 奔跑吧十一也不会引来网友们的吐槽了 节目播出之后 周深的高情商在创收视神话 同一时间段 吊打了多档综艺节目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 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